47. 政報 民署推職食食品微生物含量子人 2015年7月18日批04. 特訊 民政總署食品安全中心推出新修訂的食食食品微生物含量子人 以協助業界和執法人員對食食食品微生物含量進行風險監測 並相應作出適切的管理措施 另外,為配合指引的推出 中心將舉辦講解回 以加深業界對食食食品中微生物含量安全水平的認識 共同保障食品安全、維護市民健康 食看中心持續製作及更新各類食品安全標準和指引 作為支援執法的科學依據 為協助業界和執法人員更合理地傳食食食食品微生物含量監測結果 以及就有關檢測結果作出針對性的適當控制措施 食看中心檢視了衛生局於2007年推出的 即食食食物的微生物含量判定指引 並參考了食品發展委員會及國際間有關食品微生物含量的最新準則及指引 同時在考慮本路的實際情況後 重新修訂了即食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 GL-009-CSA-2015 食品中微生物的含量可反映食品安全及衛生素質 而監管單位及業界對相關檢測結果作出準確存適及有效跟進措施 將有助提升食看工作的成效 上述指引內容提供了各類即食食品的建議 微生物含量準則、微生物質量判斷分級 以及就食品安全的監察及規管工作提出合適的跟進建議 讓業界能更有效地計劃及執行 以改善食品安全的常規工作 為讓業界更能掌握指引的內容 食看中心將舉辦講解會介紹指引的要點 透過講解讓業界更清晰應用於生產營運之中 講解會將分別於7月、9月及11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四下午舉行 歡迎業界積極參與、報名及查詢可於辦公時間內置電 8296-9856或8296-9924